今天虚无主义是一个非常流行的话题 那到底什么是虚无主义 虚无主义是一种悲观 是一种绝望 还是一种毫无意义感呢 这些或许都是一些感性认识 也是我们对虚无主义常见的误解 其实虚无主义本身暗含着自反性 它更接近于悲观的乐观主义 消极的积极主义 和无法面对现实的理想主义 这听起来好像有点矛盾 的确真正的虚无主义是充满内在矛盾和冲突的 想要了解真正的虚无主义的本质和起源 可以继续往下看 虚无主义是西方18世纪才提出来的一个哲学观念 但是虚无主义的思想并不是最近几百年才出现的 这个观念的鼻祖甚至可以追溯到 古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有句名言 他说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一无所知 苏格拉底经常穿梭于雅典的广场上找人辩论 他质疑民众心中的信念是错误的 他质疑他们的社会究竟是建立在真知灼见上 还是建立在个人的偏见基础上的 苏格拉底被誉为最清醒的智者 甚至被誉为雅典最有智慧的人 但是苏格拉底或许也是第一个虚无主义者 对现实的批判和反思最为深刻的例子 要属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 在理想国中提出了洞穴隐喻 在理想国中 苏格拉底要大家想象自己生活在洞穴中的囚徒 他们一生都被囚禁在一个洞穴中 他们背对的洞口 除了墙上的影子 他们没有经历过 学习过 谈论过任何东西 这些生活在洞穴中的囚徒除了影子之外 他们是一无所知的 苏格拉底用这样的方式来隐喻 我们对现实世界的一无所知 所以他宣称 我们和洞穴中的囚徒其实并没有两样 柏拉图用苏格拉底这个隐喻 提出了著名的理念论 现实都是虚幻不真实的 而只有洞穴之外的理念世界 才是真实和永恒的 苏格拉底让我们意识到 我们所见和所相信都是虚幻的 或者说苏格拉底让我们意识到 我们自己的虚无主义 后来在柏拉图的国家片中 苏格拉底尝试去解救人们 但他却以解放他人为罪名 被判处了死刑 在雅典人看来 苏格拉底是异端分子 是青年人的腐蚀者 苏格拉底试图拯救处于虚无中的雅典人 但是他也被誉为是一个真正的虚无主义者 苏格拉底让人们质疑他们信念的基础 但是他也因为这个原因被处死了 所以到底是苏格拉底还是雅典人 是虚无主义者呢 一千多年之后和苏格拉底一样 西方近代哲学之父迪卡尔 提出了我思故我在 他声明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知识 他们都不应该被视为知识而被接受 除非我们能够确认 这些知识有坚实的基础 在第一哲学城市集中 迪卡尔用思想实验的方式展开了城市 他开始怀疑一切的现实和思想的真实性 他认为我们的感官完全可能是虚假和不真实的 就像梦中的真实一样的虚幻 那同样我们的知识和信念 也完全可能是一个恶魔有益的灌输 迪卡尔说 我就像一个囚徒在睡梦中 享受一种虚幻的自由那样 我害怕自己从田径温暖和阳光的睡梦中醒来 而在现实的黑暗中 艰辛恼作和苦苦思索 苏格拉底说 未经省私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 而迪卡尔认为未经检验的人生 好像更加愉快 是值得一过的 而相反 审视自己的生活意味着艰辛跋涉和辛苦劳作 并伴随着无法摆脱的黑暗 苏格拉底、柏拉图、迪卡尔都自认为是反虚无主义者 他们认为自己看清了现实 但是无法接受现实 认为现实是愚昧无知 甚至是残忍和黑暗的 但不同的是 苏格拉底指控所有雅典人是虚无主义者 而迪卡尔指控自己陷入了虚无主义 他们都是反虚无主义者 但是似乎陷入了另外一种形式的虚无主义 他们内心挣扎 痛苦 困惑和迷茫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质疑 人们为什么要在黑暗的山洞中 而不愿意走出山洞 感受阳光和真理的照样 那同样 迪卡尔用恶魔上的观念 来摧毁了所有人对知识的信仰 摧毁了现实存在的基础 而几百年后英国哲学家大卫·休默 受到了迪卡尔的启发 成为了彻底的怀疑论者 休默的怀疑论比迪卡尔走得更远 他指出 迪卡尔关于上帝存在的宇宙论证明 依赖于一个他尚未质疑的概念 这就是因果关系 休默对因果关系的质疑 对西方哲学和科学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休默认为 我们不能认为因果关系是鲜艳的真理 而只能说 它是我们能够相信为真的东西 换句话说 因果关系只是建立在习惯性想象的基础上的 而并不一定是真的 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指出 休默的怀疑论对科学的基础 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休默不仅动摇了思维的根基 还对自我的观念进行了彻底的解构 自我不过是记忆为我们创造的虚幻之物 迪卡尔通过普遍的怀疑和反思 找到了那个反思和主体 但是休默发现 那个作为主体的自我其实并不存在 我们只能从知觉的集合中 推论出有一个主体 或许是存在的 在苏格拉底看来 虚无主义可以通过理性的反思来克服 在迪卡尔看来 虚无主义可以通过自律来克服 但是在休默看来 虚无主义是无法克服的 他曾经说 我被所有的问题迷惑了 开始想象自己处于 可以想象的最可良的情况中 处于最深层的黑暗中 还被完全剥夺了运用肢体和每一个器官的能力 非常幸运的是 虽然理性不能驱散这些疑云 但是自然本身却足以达到这个目的 要么是通过放松心灵的这种倾向 要么是通过某种消遣 和我的感官的生动印象 消灭所有这些幻象 能够治愈我的哲学忧郁症和战望症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是否定现实的理想主义者 而迪卡尔和休默是消极的积极主义者 他们并没有和自己的虚无主义做斗争 而是积极的拥抱了虚无主义 正如迪卡尔说 虚无主义是一种慰藉 是保持安全的途径 是消灭所有这些幻象的途径 即使它只是帮助我们尝试忽视这些幻象 所以苏格拉底、柏拉图 还有迪卡尔和休默 他们是真正的虚无主义者吗 欢迎在评论区谈谈你的看法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 更多精彩的内容 请点赞收藏和关注我 我们下一期内容接着聊